郭忠 郭忠祐王 战 此战 罪名 看当 记载快两个时辰了 这时候如果有一支精兵能冲出迎战 定能杀守军一个出其不意 人要马喷哪 又不行啊 大都督令我们坚守不战 你忘记了吗 准时口之败 定我二人名声扫地 此时不见功 更待何时啊 弃寨进攻 太过冒险 万一丢了迎战怎么办 我明可和他们拼了 也不愿坐着挨打 我领三千人马冲出迎战 你接手这地 站住 不行 将军 二位将军 大都督将领放弃所有山寨 后撤三十里 胡说 大都督严令我们坚守二十日 为何十日不到你亲迎后撤 就是朝令夕改 如同而及 大都督说了 如围令不撤 斩无赦 我们原本就欠了无需一条命 他爱斩就斩 我不撤 不 回禀大都督 韩当周太 奉命即撤 遵命 听令 着弓弩手 上城放殿 见识身定后 弃引吼哲 陛下 吴军二十五座迎战 不到十日就被我全部攻克 战敌两千多 韩当周太弃债西头了 我军的 你怎么啦 你受伤了 陛下 这些都是吴军的血 你们这仗打得不错 让你的部下休整几天 以后再全军开进 等过了遗陵山脉 咱们就是一马平砖 可以直下镜香了 去 把身上的血迹擦一擦 遵命 陛下 少计探宝 三十里外山坡上 又出现无军寨墙 约有二十余座 又有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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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给我两万军 我十日之内攻破它 但是你攻破这些营寨之后 三十里外 再出现无军营寨怎么办 那末将就再攻破它 我就不信 吴军能在座座山上 都住满了营寨 那倒不会 朕告诉你怎么办 你率领三万精兵 绕过这些山寨 只取三十里外的 吴军营寨 只要把那里的营寨 拔除了 这里的敌军 就成了瓮中之鳖 不攻自破 遵命 关键在于 我们必须要越过伊陵山脉 才能进入京香平原 而越过伊陵山脉 又必须拔除这些钉子 蜀军张包率军猛攻我伊陵城 大都督始终不肯发兵救援 还说什么孙桓必能牵手 刘备 十日之内连破我两道迎战 禁军数百里 大都督居然没有退兵之策 大都督为何不让我们呼 参拜大都督 参拜大都督 人都到齐了吗 后将军 傅郡位到 好 站住 率仗点兵 本都督都到了 你为何持务 末将迎寨太远 因此持务 既然持务 为什么不叩拜谢罪啊 恕我直言 本将不败不战自退的都督 来人 在 拉出去 打四十军棍 诺 陆绪 有能耐去和刘备打呀 在我身上耍何威风 本都督的威风无处不在 我先打你 再打六倍 四十军棍算个屁 说得好 傅郡一物军机在先 口出不训在后 着打八十军棍 诺 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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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打得好 打得好 那我们只管打 别砸烂了也不扫揉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想说 傅郡是主公的内地 打伤了主公面子上不好看 可是军法无情 再有犯者 我必请出王剑 斩 诺 大都督 大都督 蜀军连破我两道营寨 本部已失去了屏障 下面的仗怎么打呀 三十里外 我已经为你们住好了第三道营寨 共二十座 你和韩当所部进铸把守 这一次 你们只需要收五天 五天之内仍然不准出击 五天之后 如果蜀军攻击猛烈 你们就继续后撤吧 五十里外 我会为你们准备好第四道营寨 请问大都督 我们一推再推 推到什么时候是逃啊 这个嘛 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 肯请大都督开恩 现在就告诉我们 以安军心 大都督 好吧 我们最后的防线 是萧亭山 淑军攻到那里 应该是两个月后吧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争取一切时间 拖垮蜀军 以待天使 两个月后 我自有三十万雄兵 从天而降 三十万雄兵 三十万雄兵从天而降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啊 我担心大都督并无良策 他现在是表面镇定 内心恐惧不安哪 主公让他做大都督 早晚得大祸临头啊 不说了 战死报国吧 死又可绝啊 怕就怕活得窝囊死得冤 丞相 丞相 陛下的大军又告捷了 进展到何程度了 陛下在腹池口设服 一举歼灭了无军精锐七万余 之后挥师东晋 先后攻破无军三道联营 近九十多座营寨 陛下现已深入无尽二百里了 无军上下是一片混乱 想不到啊 进展得如此顺的 是啊 孙权用陆迅为大都督 此人太过稚嫩 在军中又无威信 连吃败仗也是在所难免的 孙权并不会打仗 凡战必败 但是他有一条好处 就是有知人之名 知道谁是梁家 知道该找谁为自己打仗 周瑜 鲁肃 吕蒙 他就用对了 如今用陆迅 看来陆迅也有过人之处 陛下还有什么话捎来吗 陛下传话说 蜀军年内定可荡平东吴 请丞相斟酌迁都何处 来 互相断 公司 没什么 只是有些担心 没有事